电笔丢了 然后又买了一只 正好又出了升级款 所以说把升级款也买回来了 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以前用的是这款 然后不是坏了 是丢了 所以说又买了一个 没这个也不行 这个是升级款的 你看它是两节电池 两节电池放进去 然后它区别就是 一个是电池变成两节了 这边是一节 在这后边的 然后还有一个升级点 就是它前面这个头 它可以转换 这边是十字花的 然后这边转过来 就变成一字了 相当于一个螺丝刀了 然后看这样拧上去 然后就是体积不一样了 你看对比一下 黑色的稍微大一点 红色的小巧一点 侧零线 屏幕是绿色 显示油 然后侧火线 看一下 HI按这个按键 按下去 它会显示这个电压松开 它会保持 这两款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我就先中这个功能了 有电压保持功能 这两款加起来这个价格 就可以买到我这个万用表了 这个万用表虽然非常小巧 迷你方便 但是和它比起来 还是不够方便 各有各的用途 按后边这个按键显示 P缸C 这是测量导线通断的 假如这个导线断的话 它就显示这个通的话 你看一手拿出导线这头 另一手挨住这 然后它通的话就显示这个 我就先中它这个能测电压 并且呢电压能够保持这个功能了 现场维修的话 这个功能非常有用 非常方便 这两款电笔呢 我储窗里都有 想了解更多参数的 可以进去看一下 至于你想选择哪个 你看这不体积什么特点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了 依据自己爱好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